医生剪开男人手部的绷带 映入眼帘的居然是一副害人的外星人手部 男人看到后惊恐万分 慌张地向医生询问自己的状况 医生连忙安抚男人的情绪 可转身就通知了武装人员 不顾男人的反抗 强行将他麻醉装入袋中 运到了一处秘密实验室 那里全是外星大虾的遗体 实验人员开始对男人进行各项生物测试 首先是疼痛测验 电钻钻入男人变异的手臂中 凄惨的叫声瞬间充满了整间实验室 看来手臂的神经系统已经发育成熟 以几乎与男人身体合为一体 接下来是武器测试 实验人员强行让男人握住外星武器 在电击之下 使他不断扣下扳机 不出意料 本只有外星DNA才能使用的武器 在男人手上居然能操作自如 即使男人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 嘴里不停请求去见自己的妻子 可周围的人依然不肯罢休 公司高层对这一惊人的发现 感到大为欢喜 这是首次发现人类和外星人DNA完美融合的样本 价值至少几十亿美元 各方势力必定会对这副躯体垂涎欲低 当务之急就是将男人的身体组织全部分离下来 尽管男人向一旁的岳父苦苦哀求道 但这样巨大的利益摆在面前 连自己亲儿子都可以牺牲 岳父果断地点下了头 仅仅在一天之前 他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男人威库斯还被岳父提拔为 驱逐外星人行动的指挥官 而这群酷似大虾的外星人 在三十年前毫无预兆的乘坐母舰降落在地球上 当军方强行聚开舱门 才与他们发生首次接触 与想象中的外星人不同 这群大虾普遍营养失调 身体状况极差 像极了逃荒的难民 本着人道主义原则 当地的南非政府救济了这帮快要饿死的大虾 并将他们集中安置在一处贫民窟 采用军事化管理 进行强制的物种隔离 而且在第九区中不光生存着外星人 于是就囤积大量货物高价都售给大虾们 甚至还迷信能通过使用大虾肢体 获取他们的能量 包括使用他们先进的外星武器 渐渐的当地居民对大虾的恐慌变成了厌恶 质疑政府将本就不富裕的资金投入到这群外星移民身上 而且居民与大虾发生的冲突连连不断 烟气冲天的群众聚集起来示威游行 逼迫政府将大虾全部赶出第九区 于是一家全球第二大的武器制造商企业承包了这项强拆项目 他们垂涎于外星科技已久 而温文尔雅的威库斯担任了这项武装行动的指挥官 希望正规地让这群大虾在移民文件上签字 可遇到拒签的 依然还是通过强制手段达成目的 而且也乐于享受焚烧外星卵的过程 随同而来的雇佣兵上校 也将这群大虾视为肮脏的生物 在上校的眼里 他们与街边摆摊海鲜柜中的鱼虾没什么区别 威库斯带领着雇佣兵小队友调不稳的地进行拆迁计划 而另一边一个大虾父亲带着儿子与伙伴 在废墟中翻找着从母舰上掉落的零件 索性一番功夫没有白费 小下人找到了最后一个可用的外星零件 他们迅速赶回住所 将零件中铜绿色的液体倒入简陋的仪器中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 成果化为一小滴溶液 落进了容器之中 只要有这个能源 就能飞回母舰返回家园了 可好巧不巧 威库斯带着手下的人刚好查到了这块住所 虾巴将容器托付于同伴藏起来 自己则从后面赶紧溜了 可随着同伴的不配合 威库斯强制进屋去搜查 最终也是简简单单从一个铁盒子中翻到了这个容器 他此时还向部下炫耀这一发现 威库斯也完全没当回事 擦了擦脸就继续滔滔不绝对着镜头报到现场 随着同伴的武器库被发现 他也直接公然拘捕 向众人发起进攻 还打上了威库斯的手臂 空中的支援部队一发狙击就使他失去行动能力 上校一番戏耍之后 一枪就将处决了大虾 这一幕被污后的虾巴全部目睹 提前一步返回住处找自己的孩子 威库斯轻伤不下火线 在简单的包扎之后 又继续开展他的工作 可当他搜到虾巴的后屋时 一阵头晕目眩 让他控制不住地呕吐出来 在之后的用餐中 鼻子里不断渗出黑色的血液 回到公司也止不住地咳嗽 甚至在简单的扯拉下 指甲轻易地从手肩上滑落 然而这一样威库斯不敢告知家人 可在自己的生殖宴上 终究还是顶不住身体的变化 当着众人的面 一口黑血吐在了蛋糕上 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昏迷 当他再次醒来之时 已经来到了病床上 威库斯这边还在向医生阐述病状 另一边自己的绷带就被剪开 露出了争獰般的瞎手 直到威库斯被强行带到公司的实验室中 受尽非人般的折磨 一旁的岳父对女婿这一遭遇 也闭口不闻 在得知威库斯的DNA与大虾的基因完全融合 即将变成大虾后 更是狠心下令将女婿拆成散件 供公司研发人类可用的外星武器 一切为了资本的贪婪 不顾亲人的死活 也对女儿隐瞒了这一真相 不过在手术台上 威库斯借着虾臂的力量 挣脱了医护人员的控制 在架着一个护士当人质的情况下 顺利地逃到了郊外 岳父第一时间得知之一消息后 立马派出了上校带领的雇佣兵部队 全程搜索这一价值几十亿的商品 为了防止自己女婿躲起来 更是向公众发布假新闻 传威库斯与大虾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 导致感染病毒变异 且这一病毒有高度的传染性 吓得周围的民众四散开来 进一步使女婿射死 早期造黄摇了属于事 无处可逃的威库斯 只得偷偷溜进第九区 在垃圾堆中找大虾吃剩的罐头 但这点食物远不够填饱他的肚子 只能跟着大虾排队 向黑帮购买猫罐头 随后他狼吞虎咽地吃着 但很快发现牙齿开始脱落 穷途陌路的他认为 砍掉变异的手臂就可以恢复原貌 但犹豫再三 最终决定先拿小拇指下手 用力一抚 威库斯疼得嚎啕大哭 突然几架直升机出现在不远处 威库斯急忙寻找躲避之所 偏巧钻进了之前瞎坝的屋里 眼看着外面的直升机盘旋不休 威库斯急忙请求大虾人救他一命 然而当他看到一旁的电脑时 他愣住了 走近想弄清楚情况 却因失血过多昏倒在地 再次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置身于未知的地下室之中 这里是当年从母舰上掉落的指挥舱 小虾人也无意中透露了逃离地球的计划 但他们筹集了20年的能源 却因威库斯的迷之操作被带进实验室 瞎坝急忙解释说 只要能回到母舰就能用医疗仪器 帮威库斯治好手臂 看着大虾的DNA已经遍布全身 听着妻子渴望自己回家的抽气声 威库斯决定冒险夺回燃料 然而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 上校他们也定位到了他的藏身之所 为了准备这场堪称自杀式的行动 威库斯孤身前往黑老大的地盘购买武器 可黑老大早已盯上了他的手臂 想拿回去补补身子 情急之下 威库斯拿起地上的外星喷子 一枪就把他的小弟给轰飞了出去 这更使黑老大兴奋不已 而威库斯就在武装对峙之下 带着一大袋的武器走了 就这样威库斯带着瞎坝 靠着外星武器的威力杀到了公司大门 他们冲进实验室 顺利拿到了能源准备撤离 然而当瞎坝看到了身旁被解剖的同伴时 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 威库斯这边还与雇佣兵架枪 一边大声响叫醒瞎坝 幸好他及时清醒过来 两人抢了一辆汽车匆忙返回第九区 本以为一切都已妥当 威库斯问大虾何事才能救他 却得到需要等待三年的回答 大虾表示要先拯救自己的人民 不再看他们被当作无辜的实验品 威库斯愤怒至极 一棍子将瞎坝放倒 然后拿着能源冲进了驾驶舱 操控起飞船准备前往母舰 但在上校的指挥下 一颗导弹突然袭击 将飞船瞬间击落 威库斯也当场被雇佣兵所俘虏 可螳螂补偿黄雀在后 黑帮老大一直从电视里盯着这场直播 第一时间就派人杀到了现场 凭借着火力压制 将从上校手里抢走了幸存的威库斯 把他绑在砧板上 静候这顿外星大轴子 而另一边在飞船上躲起来的小瞎人 远程激活了沉睡多年的母舰 这一下顺势也激活了一旁的外星机甲 将威库斯视为自己人 击穿了周围的一群小弟 迎面射过来的子弹 也被机甲悉数阻挡 反手倾泻回去 黑老大也在自己一阵rap出来 被一发电击爆了头 恐慌的威库斯看见机甲的驾驶座向他展开 看着屋外的雇佣兵将这里团团围住 威库斯决定冒险一搏 穿上机甲就冲了出来 他此刻最渴望的就是赶紧飞上母舰 但从机甲中听到瞎坝即将被击毙 再三犹豫之下还是决定返回 威库斯操纵机甲掩护瞎坝撤离 并向着指挥舱冲去 然而在密集的攻击下 机甲很快就垮了 无法再行动 威库斯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赶不上母舰了 就让瞎坝别管自己先走 瞎坝最终找到了孩子 成功回到了指挥舱 母舰发出蓝色光线 指挥舱也开始上升 上校准备发射火箭弹击落指挥舱 却被威库斯拦截 一辆汽车迎面撞来 使机甲彻底失去战斗力 看着指挥舱顺利回到母舰 威库斯也终于松了口气 但他随后就被上校所俘虏 看着已经半人半虾的威库斯 上校等不及将他生吞活泼 不料越来越多的大虾围了上来 将上校撕成了碎片 虾巴驾驶母舰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离开了这片异乡 威库斯最终也没能变回人类 他也只能选择相信虾巴会回来救他 从此以后 威库斯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成为了真正的瞎人 他经常用猫罐头制作玫瑰花送给妻子 他也相信这就是丈夫送给自己的礼物